异地恋无法修成正果 相隔两地 爱情该如何经营 很多情侣由于学习或者工作的原因 导致身处两地 原本恋爱中的男女 无时无刻都希望连在一起 但现实却让这一份感情 平添了一份无奈和伤感 这种距离让异地恋比起正常的情侣 多了许多迷茫 许多孤寂 许多患得患失 也少了许多快乐 许多共享 于是很多人都会总结说 异地恋早晚都会相忘于江湖 那么异地恋真的很难走到最后修成正果吗 其实真正的感情与距离无关 在我们身边不难发现身处异地多年 但最终修得正果的夫妻 同样也不难看到一直走在一起 但最终分道扬镳的情侣 当你爱着又怎么会在乎异地 而当你不爱了 理由又岂会仅仅是因为异地 最重要的一点该如何经营一段异地恋呢 首先就是要坚守彼此的感情 坚固的爱情信念是可以冲破所有的阻碍 给彼此一个对未来的规划 共同努力才能收获最终的幸福 其次就是要控制欲念 很多感情往往毁于一时的冲动 的确很多个日日夜夜 你只能独自渡过 很多条路都需要你独自地走 但如果对爱情的信念不够 这一切其实也并不难熬 再次就是对彼此理解与信任 作为异地恋的情侣 由于不能常常相见 难免心有危机感 担心对方身边有更优秀的异性出现 而这时我们需要的是信任 而不是处处疑心 而对于生活节奏上的不同意 我们要多加理解 最后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多一些交流中的情感表达 作为在异地独自生活的你 每天见到众多的情侣秀恩爱 这时候不要落寂 多想想在另一个地方 有一个你深爱的人在思念着你 多想一想未来两个人甜蜜的生活 这个时候你最好的选择 是给对方打一个电话 告诉对方你有多爱他 其实爱情可以很纯粹 不去在乎金钱年龄与地位 当然更无所谓距离 送给还在异地恋的你们一句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其在朝朝暮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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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中文 按赏转发 打开中文